今天要來介紹開箱的是阿波羅的加湿器 然後裡面有一個加湿器的本體 跟一個開加湿器的工具 然後兩個像活性燙磚的濾芯 及加水用的海綿 然後裡面有三個水調節器的頭 及一個加水的皮子 還有一個小的六角板手 然後現在開始來安裝 然後今天安裝的調節器 我們拿海繩來安裝 然後現在先把主要的二指頭的罐子拆下 然後將加湿器的本體 然後將加湿器的本體 扭開 將有羅牙的地方鎖上 舉到最後面發現它一直在空腫的時候 拿到上面附的六角板手 讓它選緊 那多緊呢 緊了大概7Nm 就可以了 大概 然後再一次安裝它的 浴槽 它兩邊都可以選擇開 這樣裡面的 放 吸水的好難的 做拿出來 然後它的浴槽 然後再來 我們將它的 要鎖在一級頭上 二級頭上的 做 水擠 然後 過程中用到兩隻板手 這樣緊就好 不要太緊 這邊呢 安裝就OK了 再 再來是它的 本體的 它的活性看一看 滾桃的 然後 然後首先將它的 這個 做 放進去 然後它 活性剛剛 通點的地方 朝著它 主座的位置 放進去 然後 然後 手上 然後再來是它的 濾吸水 裡面 有點緊 有點緊 下進去 下進去之後 再將我們的 調節器 這個 蓋子 鎖上 然後 緊了就好 不要拼命的鎖死 緊 之後 安裝過程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 然後在 我們要下水前 可以 加水 那加水的位置呢 這組新款的 加測器它這邊有個洞 從這邊注水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說明書是說 大概加 一格 一格 所以是 這個 螺子 我們會注入這個 螺子 這就是 今天我們 阿波羅駕駛器的 安裝過程 謝謝